还有愚之无名 一定要弃除 那你要弃除这些 你如何知道要弃除贪嗔之呢 是因为你有很好的上师来教导你 如何弃除你自己本身的贪嗔之 所以密教本身的法 如何弃除你的贪嗔之呢 他当然会教导你 什么原因要弃除贪嗔之呢 因为那是造业 是造了业长 那个业 你造了那个业 所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子呢 只能够做善业 不能够造恶业 你积极了资粮 就有了功德的资粮 有了功德的资粮 你就能够遇到好的上师来教导你 你将来一定会有成就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 Komamani Benji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